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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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基地 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 我們也很想能夠做到 像剛正委講的台北社創中心 可以開到十一點 所以我們九點會後 大家可以很熱烈的 更多的互動 交流 討論 我們很想做到這一點 但比較可惜的是 目前還沒有突破 那目前呢 因為去年我們第一年開幕 去年基地第一年開幕 基本上是九點之前整棟要清空 所以基本上去年沒有什麼晚上的活動 因為大部分活動不會 八點就結束 然後大家收場 然後九點清空 那我們今年有很努力的爭取 多爭取了半個小時 所以呢 今天活動結束九點之後 我們要在半個小時內 所有人都西藏富豪 所有人要離開這棟大樓 所以我們有滿挑戰的 但是呢 很感謝正委剛才聽到這個挑戰 他會願意幫我們回去 看看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起協助我們突破這個挑戰 讓這個基地可以有更好更棒的交流的空間 看看我們第一個目標 我們跟社創中心一樣 一起可以突破到十一點 再關門 好那這個是需要跟大家講 所以等一下 等一下九點結束之後呢 我知道大家一定會想繼續聊 甚至認識這邊的朋友 我們很鼓勵 那我們可能就要請大家移駕到 那個一樓的廣場 如果要繼續聊的朋友 繼續換名片的朋友 那我們辦活動是有一個 是有一個宗旨就是 我們千萬不要聽完演講就走 然後只帶走knowledge 可是沒有帶走新朋友 好所以來我們的活動 一定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專心聽講 好好認識跟講者互動 第三一定要帶走新朋友 好一定要認識這邊 可能都是很熱心的社創夥伴 那但是為了怕大家等一下 很熱情的認識新朋友 就忘記合照 我們先來搭合照一下 好所以我們請還是不好意思 請大家移動一下 我們到這個基地的背景牆前面 我們來做一個搭合照 謝謝大家 我們拍照 喔 我自己也拍一下 因為我要傳給我找別人拍照 妳也請用那個 妳也請用那個 最後一張了 妳不知道 什麼張一張 我沒有講到拍照 我沒有講到拍照 兩邊的夥伴不要害羞 前面還可以蹲一下 不好意思 不要在旁邊 太旁邊會切不到 對不對 我們前面搖滾區 妳站上 妳可以過來一直拍吧 站上 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那個黃色的那位衣服那位選人 那個頭出來一點 因為看被遮住 後面的朋友 自己找空位喔 來一二三 好 大家可以 換個動作 換個動作 換個笑 我們不用緊張 不然大家都比愛心 鄭偉都比愛心 好 鄭偉也比愛心 我們一起比愛心 來 一二三 好 我們在最後一張 大家喊個口號好不好 大家愛不愛社創基地 然後就愛 來 大家愛不愛社創基地 一二三 愛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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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missed 正常的訊息 剛才的QA其實是用Slide2的形式 其實這個是正委在巡迴演講的時候都會用的 也是給大家一個示範 我們社創團隊其實可以用很多科技工具的搭配 讓我們在互動上或在擴散影響力上面更有效的工具 第三階段還是用一個比較傳統的形式 因為大家習慣的形式還是讓大家體驗一下 當然是要加入孔屏 我們來QA大混戰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我先請教孔屏用不同的角度來分享一下 剛才正委有分享台北社創中心 他們在行政院做很多的努力來協助社創團隊 我們邀請孔屏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台北社創中心第一屆的團隊 第一屆入住的團隊 白費代決的時候 所以是義有先鋒軍 我們請孔屏用他身為社創團隊的角度來分享一下 他當時進駐社創中心到現在 社創中心的社會他們一切的這些努力 對他們有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或者他怎麼看待政府資源的運用的這件事情 我們請孔屏先分享 我們並沒有實際進社創中心辦公過 OK 所以比較像是 有進駐但是沒有在那裡辦公 坦白說那時候會去社創中心最重要的理由只有一個 就是我也要可以跟唐碰講話 這也在過程當中的確有實現這樣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 因為我很喜歡他所傳達的一些概念 包含怎麼死守的安娜旗 這種概念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知道說 因為政委在中間擔任就是 本來應該是公埔之間的橋樑 旁邊的是政府跟新創之間的橋樑 然後 所以也希望可以跟他互動看一下 完轉在這一塊還能有什麼樣的發展 那對我們來說 因為社創中心在台北的 營運單位是支社會還有KPMG 那KPMG對我們的幫助也的確是蠻大的 因為他打開我們 從原本只做學校的課程組織 變成是可以跟企業的CSR做合作 然後幫我們調整 你跟企業的簡報應該要怎麼講 你的體驗應該要怎麼做等等之類的 然後包含社創中心這邊也 時不時會有一些媒合的工作 那這個對我們來說會是重要的 雖然說 坦白講媒合的承擔率並不高 那也很正常 對 因為企業不知道你是誰 然後你也不了解它的需求是什麼 OK 所以不成功是很正常 但是十個公司裡面只要有中一家 對我來講可能就是個50萬 一百萬的金額 也是蠻划算的 OK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幫助 這一塊是有 然後當然我們那個時候在台北 因為有需要舉辦一些銀隊 那社創中心的場地其實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也有把銀隊 辦在社創中心 這邊來執行 那當然也幫社創中心拉一些 地方的媽媽 OK 地方的爸爸 因為小朋友在那裡辦銀隊 他怎麼要進去嘛 所以讓他們進去看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進駐大概時間不長 好像半年左右的時間這樣子 那已經達到我當初的KPI目標 有辦法進大化了 所以我就很開心了 那我們也請政委分享一下 現在目前到第三屆 就是台北社交通信在目前 進入第三屆的徵選 過去兩期的團隊 在過去一年的這樣子的努力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哪個團隊的案例 是你覺得很值得跟台北 台中的社創團隊可以分享 讓台中的社創團隊可以再多學習的部分 這個就像溫秀這個 溫老師說哪有學生 這個習慣一樣 我們下次有錄影的 這個很困難 你講一個得罪所有其他 對 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們在社創中心 我們第三期現在的這個program 其實幾乎完全是前兩期的朋友們 透過就是事務 try and arrow 然後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往什麼方向做得更好 所以我會比較偏好的回答方向是說 我們做了哪些調整 那大家要理解說這些調整 都是前兩期的就是學長節目 做出來的一個具體的共生 那當然不一定能夠照搬到這裡 但是我覺得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說 像我給大家看那個無人車的那個特殊的場地啊 然後其實那個中庭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照起來非常的上向 那但是呢 它長期以來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你很容易就穿過它 它沒有讓你留下來的這個誘因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你在某個地方辦活動 那大家就是穿過這個中庭 然後去那個地方辦活動 然後它本身就是變成是 你得先知道這個地方有活動 你才會過來 它比較不會莫名其妙被發現 對 那所以我記得滿印象深刻 就是我們在週年的時候辦了一個室集 然後室集就是請所有的進駐團隊 然後設創燈戶的團隊等等 來擺攤 那那時候大家就有一個共同的願望 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在經過花室的人 就已經可以看得到我們 不需要專門知道這邊有這個東西才會來 所以我們在就是這期的 第三期的改建裡面 花了滿多的力氣 大家提了非常多想法 像說提一個什麼氣球 當然可能是固定式 不是真的 輕氣球 讓你在經過花室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東西 或者是因為那是空總 你把牆壁樓空 然後讓外面的人 就可以知道裡面的存在 然後它把動線 盡可能把人一進來 就引導到地下室 那地下室的話呢 就可以比較像 你知道村小學科展一樣 就是擺各種各樣的攤位 你進去搬離已經到地下室了 大概也不會想好好出來 然後所以就會 就是一邊看起來 一邊可以去跟 團隊有更多的互動等等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裡面的每一個 在擺攤的時候 像就是我剛剛有給大家看的 一個解賣車 就是點點扇 那點點扇在做 發展程式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一經過 我發現它的存在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個故事很有意義 而且真的它其他很多人 他得到日本的很多設計獎 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這個動線 怎麼樣讓大家 更能夠駐足 更能夠停留 那這個其實就是前兩期 我們有給我們的 一個共同的一個feedback 那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有碰到 共同攝創的話 你大概六月吧 六月七月會有一個 完全的一個大翻售吧 那大翻售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 更容易讓 甚至沒有聽過攝創 但是經過覺得很有趣的人 他能夠進入一個 更能夠好好聽 大家講故事 在這樣子一個空間裡面 所以這是大肆的回答 我盡量不要 就是講哪一個 特別做的嘴話 哈哈哈哈 你回去不用買小菜 對 好 那我們再另外 就回到孔平 那在經營的這個路上 因為其實剛才在問的時候 很多朋友在問說 我又要保持公益的使命 我又要想辦法能夠賺錢 那我很有熱情投入我公益的使命 但是我在 因為我們台中很多朋友也是這樣 很老實很客氣 就是我收錢收稍微貴一點 會很良心不安 這樣會不會對於我做社會創新 做公益 是不是有違背 那 婉轉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或是怎麼調整自己 這個量子 如果這樣疑慮的人 歡迎匯款給婉轉學校 好不好 多賺的都給我 這樣子 OK 那開玩笑了 嗯 的確有蠻多社會企業 像我們一樣 定價社會是定在總高價 比如說綠藤神經 他的洗髮金一點都不便宜 這樣子 OK 對很貴 那 所以 因為畢竟是社會企業的營運方式 我們先命題在社會企業好了 所以你還是需要有獲利的方法 那你也要知道說 市場上的錢在誰手上 這個很重要 所以會鎖定 稍微貴一點的價格 那就會決定你的客戶是誰 但你的客戶不見得是要你服務的對象 比如說綠藤神經 他真的服務的對象 可能要解決的是 非洲那邊的小農 種植的問題這樣 所以他去跟他們做七座 但是他把它包裝得很好 然後餐品的品質也很高 然後可以賣很高的價錢 但永遠 也不是說永遠 但要注意一個很重要的陷阱 就是 常常有社會企業 會把公益這件事情 放在他的賣點之一 我必須說賣點之一 就這個是小農的 或是 我這個是弱勢做出來 等等之類 他當然可以試 但最後還是要回歸你的東西 到底好不好 這件事情 否則你很容易 會很像一些 NGO單位在賣月餅 發現大家會跟你買月餅 只是因為他想要做公益 並不是因為你的月餅好吃 所以一旦他不想做公益的時候 他就不要買你的月餅了 我當然去買更高級的月餅來吃 所以這也是做社會企業一個兩盤的地方 你既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要做這個社會需要的東西 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那個需要的東西 要人家願意掏錢出來給你 OK 當你可以做出這麼好的東西 你又不想賣這麼貴的錢的時候 讓你來找我 你賣我給你 然後我賣貴一點 好不好 OK 我是生態系 對對對 這就是生態系啊 所以 那到底怎麼走出錢這件事情呢 坦白說 我個人認為 嗯 你有足夠的壓力 你就會想賺錢 像我 因為有家庭 我一個月不吃不喝 就是十幾萬塊出去 我的家庭就是這樣 我如果沒有找到一個好的銀利或獲利方式的話 我只能回去上班 我只能等我退休的時候 或是在我休閒的時候 再來做完整俱效這件事情 OK 所以 有時候錢對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一個保健因子 怎麼叫保健因子 就是沒有他留很能生活的下去 所以他其實是要夠用就好 所以有些社創的單位 因為創辦人本身沒什麼金錢的壓力等等之類的 那你也會發現說 有些在這個狀態下 他也 好像也不太需要跟社會要錢或等等之類的 所以他的公司有時候就載不載成一陣子 很簡單 因為他沒有生存的壓力嘛 那當然就是慢慢做啊 OK 啊但我有嘛 所以我先好好做 所以要怎麼樣突破 如果不敢賺錢這件事 壓力夠快 壓力夠快 去買一間房子就可以了 哈哈 或是一個小孩之類的 或是一個小孩之類的 告訴你們 就是想盡辦法的要賺錢 而且要買台北市的房子 台中市的房子可能壓力不夠大 七期也這麼 哈哈 七期都沒有台北市這麼厲害 OK 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教政委 只是用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 就是因為政委在做社創巡迴座談 也處理過很多社創團隊的疑難雜症 所以政委比較 大家比較會碰到什麼樣困難 那目前現在政府的體系 現在可以做解決到什麼程度 那他們要自力更生最主要的部分 要注意的東西 其實我蠻想呼應一下 剛才這個論點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說 你只要講得出來 你賺錢要發到哪裡去 其實就夠了 就是你只要給得出一個腳帶 那你賺的錢是要用在小孩之類的房子上 要賺的錢是用來改善非洲的交易 要賺的錢是用來改善那個地方的水質 那當然你講的可能別人說 那你拿出證據來 那你拿得出證據來 那其實到這個程度就已經很好了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這是非常合理的 大家並不會覺得說 你只要用苦行的方法 來做社會創新 我想台灣是沒有這個文化 沒有這個期待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 就是講清楚 這些的出交代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回到在整個台灣的格局來看的話 其實以前我覺得很多的困難和問題 是政府造成的 就是政府的所謂的組織型態式的管理 他天生就造成想要做社會創新的人 比較難跨組織型態來結合 我特別在講的就是公司型態說 他就是要以文明為目的 那如果就是一面要做公益的話 隨時要擔心小股東啊 商業次人啊 隨便誰啊 來幫你麻煩 那這是一個嘛 那合作者型態 尤其如果你是勞合社的話 常常就會碰到說 那我要勞結 勞合社公就是雇主 那我到底要怎麼勞結 那這個僱養證明書到底要怎麼樣開出來 會有各種各樣子的就是對你 就是不是很friendly的 因為就是勞合社已經沒有那麼有心 但是現在就有比較多人會願意來使用 或做社會的這個心態 那當然同樣的就是NGO和PO的那個心態 那他們的擇心也是說 那你現在要做電子支付 要做行動支付等等 然後發現說你談的人 不知道說其實你有設計登記就可以了 往往都要你去辦一個公司登記 你拿藥的公司登記 然後所以就只好設一個子公司 然後商業次就會跟你說 好 又不能設子公司 然後但是還沒去辦法 而且沒有那麼理說 不可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以上的這些跨組織型態的這些問題 常常都是因為 傳統工廠法那個年代的政府的 就是你賺錢就是怕要賺錢 那花錢就是不容易 就是好好花錢 等等的這種不同的想法來造成的 那所以我們當然是 就是修工規法 然後讓PO可以設子公司 然後勞合社能夠進入這個政府認定的流程 所以這些基礎工作 我們大概就是最近兩年 就是不斷地每個月 只要有人在巡困的時候提出來 我們回去就馬上解決 所以到現在就活潑感受就是 因為組織而導致的大家的困難 現在已經消滅得差不多了 那大家也常常能夠理解到說 即使它叫中小企業處 但它推出來很多東西 你只需要有設計的東西 那這樣你就沒有管理性 還有一種組織心態 所以就是因為組織心態 所以就是因為組織心態 好像有一個先入為主的 刻板印象這個問題 我們算先解決了 那在未來我覺得有一個 蠻有的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跟國際上面的 目標加以扣合 那其實為什麼我到哪裡都帶這個 17色的永續發展目標的這個徽章嗎 大家可能也有看到我們在社長會 不斷發那個17色環的T-shirt 大概就是要提醒大家說 其實你只要講得清楚你的工作 跟什麼有做扣合 話題像說如果你是教小學階段的人 城市設計 那你就是扣合有續發展目標 4.6 Numeracy 就是讓小孩不僅能夠識不閱得字 也能夠認得資料 那你只要講得出這個 其實在整個國際合作體系裡面 有非常多資源可以使用 也不是只局限在台灣這邊的 山西人士天使國際人等等 你可以很容易進入這個 所以就是說 你一旦有扣合到SDG之後 去找國際資源這個工作 有很多中間的工作 可是如果他們講故事的時候 可能只是用可能PDF 然後都是中文的 或也沒有啞賞 去發展目標的話 那你能夠接觸到的這個 就是Social Financing的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融資啊 投資啊等等這些 那就會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所以能不能跨出這個世界性的這一步 我覺得心裡滿足的 當然就這樣 謝謝 那婉轉這邊 在過去的這些日子裡面 有沒有跟 剛剛講到跨組織型態的部分 那婉轉這邊在過去 在跨組織的一些合作對象 的尋找 設定尋找或洽談或執行合作上面 有沒有碰到什麼 比較印象深刻的 不管是挑戰也好 或者說成功案例也好 可以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擴展更多的合作的可能 那就像我剛剛演講講的 我們有滿大一塊來引收 是來自於企業跟NGO CSR相關的活動 那這坦白說 也是婉轉第一年 可以好好存活下來的原因 因為我們在 開始的第一年 就跟樂師會合作 那它是一個滿大的 國際NGO組織 那之所以可以跟它有這樣的合作機會 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DFC的徐欣緯 Kate幫我們介紹的 所以我也常常會鼓勵一些 做新創的夥伴 找跟你相關產業 比你早做大概三到五年的人 跟他聊 跟他要資源 請他幫你介紹 他可以很快的給你一些資源 因為你走的路他走過了 你要的資源可能都在他手上 所以剛剛也呼應就是要我提的 就是怎麼看待資源這件事情 坦白講資源多寡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懂不懂得用這些資源 你懂不懂得去跟別人要資源來用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新創的階段 不要自己悶著頭做 什麼東西都想要自己來 什麼東西都想要自己原創 沒有辦法 等你原創完的時候 你公司錢已經燒完了 OK 所以懂得去找 比你稍微走前面幾步的前輩跟他請教 請他給你一些建議 請他幫你介紹一些資源 那個會很有幫助 我們第一年就是因為許新聞的介紹 未來Family 然後跟那個 樂事會 組織就大概帶了兩百萬錢來 我們就可以活下來 就這樣而已 我們只是去找他聊天 他就可能可以幫我們介紹 所以想想看 在你走這條路上 有沒有在你前面一點點的火把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前面一點點 因為如果他跟你差距太大 比如說他已經在這個行業做了好幾十年 又是大企業等等之類的 他不見得會有你要的資源 他也不見得可以體會你現在在什麼過程 但如果找你三五年的這些人 你跳過的坑他都跳過了 OK 你要的資源他也有 所以他可以給你一些很具體的 你需要的東西這樣子 那等你穩住了以後 比如說再像我們去跟一些大公司合作 等等之類的 那人家就會比較容易接納你 OK 大概是這樣 謝謝 那鄭偉在這個方面 有沒有什麼 偏偏感情 可以分享給大家 說到這個怎麼樣子去要資源嗎 還有談合作 還有談合作 擴展合作對象 對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捷徑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來我的Office Hour 最後就會用這個 我的主資稿裡面的特定段落 然後就營造出一種說 你看鄭偉也看過 然後說完成度很高 或是說這個理念很好 或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我不隨便講的 我不會 因為有人要我稱讚一個團隊 我就稱讚一個團隊 我們一定是有非常具體的東西 才會做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無形之中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就是 就算看起來好像是 我在幫你賣產品或賣服務 這也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這也有點打破一般 他對公務員的形象 就是說公務員一般是說 你維持社會結構穩定 好像不是說這個 你可以去幫廠商賣東西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在行政院院本部 那院本部以下就是所有的部會 32個 可能有31個都比較像是 就是他每年都是要花錢 那花錢是為了要達到 社會上面的某些價值 文化部有文化部有價值 對福部有價值 那當然也不要賺錢 就是中央銀行 當然也玩不到他 但是另外31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證明給他看說 你在做的這件事情 比起他本來用違反的 或者用他自己執行的方法 要有效益的話 你就是他的貨蛋 你就不是他的活跡 如果你是說 我是廠商 我來承諾 我來做什麼東西 那你就是他的國際 他的KPI就是你的KPI 他的KPI的一小部分 就是你的KPI 那你就是以他的KPI為規行動 但如果你出來是說 沒有你現在想要達到 一個社會價值 這個end point 不是你達到那個方法 那些KPI 你想要解決的 像比如說外流結構化的問題 或者是青年農民返鄉之後 不知道要怎麼樣子去結合 成堂的運銷等等這些問題 這些都是每個部位想要解決 他說同樣這些問題 我有一套不同的KPI 但是我到最後 同一塊錢 你能夠解決一個問題 但是你給我一塊錢 我可以解決1.5的問題 或解決兩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覺得 那你是活幹關係 不是活際關係 那就會很容易的取得 不會的資源 而這個資源不一定是 透過補助的形式 大概都不是透過補助的形式 有些是透過講述的形式 有些是透過共同營銷的形式 有些是透過共同營銷的形式 那有些是像我們社創人的行路 就是你只要有在做登錄 然後登錄中銷企業處 就覺得說 這跟我們現在在推的 然後我們想說 一方創生是有關的 那他就會免費的去幫你做行路 然後做同路推送 然後等等 那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因為 政府確實有一些 我們覺得想要達成的一些社會價值 那大家只要能夠證明說 我這樣營運的一年 我做的在同樣的單位成本裡面 做的一個政府化 最好能夠量化 但即使不能量化 你能夠直化的說 那我就可以偏偏去 長得比你好看 那在這個時候 你從那個政府人員的角度來看 他就非常願意跟你談 因為很可能做這個東西 會變成他下個年度去 爭取預算 那可以提前來放 所以你就是要把政府的 每個部分 每個三級形態 每個市政府的局處 都看成一家PO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開始問 你會來公安PO的問題 就是 那你上一個年度的營運經費多少 你的上下一個的 這個合作夥伴大概是什麼 你今年最重要 如果你只能達成三件事情 試拿三件事情等等 那你跟他談的這個角度 就會開始改變 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總是 職值廠商的這樣 這種關係 謝謝 那另外的話 因為 社會化的部分 在台北推行的比較早 那我想引介這個 社會化的這些 觀念跟實作 現在目前的成效 給台中的夥伴們 可以了解 因為未來我們也期待在台中 可以有這個機會 在社會化的部分 可以更前進一步 然後把台中的很多的 傳產的廠商 的力量可以結合進來 所以可以 公平會不會也分享一下 在台北你自己 或是在觀察到 社會化的推行上面 有什麼想法 這個社創東西 那個時候也有 在做一些推動跟媒合 對 buying power 我今天才去 那個送贏簡報而已 那 但坦白說 之前的社創的採購 比較偏向是商品類 會是商品類的主要原因 很簡單 因為逢年過節 企業都會採購一些東西上面 那可能與其採購一般的商品 那政府提供的是採購設計的商品 所以它比較容易進入企業的採購鏈裡面 那像我們這種做課程做服務的 就會比較困難 它可能會走的是 比如說企業內訓 或是政府部門的內訓 這樣的模式在進行 但是目前 以完轉來講 我們在這一塊還沒有發生 還沒有發生過那樣子 那我們比較像是 直接跟企業的CSR單位做專門的合作 這種是有的 那 這也算是才夠 是啊 當然 我們補充一下背景 就是我們第一年做發音台灣 那是兩年前 那當年好像是八千萬左右 那當然 那個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說你買的 然後是在我們設計 那個登錄上面有登錄的 那這個 KPMG就會幫我們累積 累積到一百萬 差不多出來辦獎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確實在第一年的時候 大概真的都是禮品類比較多 不過第二年 我們去年就到1.5億 那1.5億的時候 其實有超過一半 都是供應鏈購買 那他也有可能是 他在第一年CSR購買的時候 發現說 這個品質真的比想像中的好 所以他願意把它進入供應鏈 這個也是有的 像這個你錄一下咖啡啊等等 他就是可能買了一次 然後覺得說 這個值得做的 每天的品項 或者全家聽得鮮舞 這些大家比較有聽得過的 這個比較大的通路上 慢慢就發現說 那這個就是可以平常也可以賣 不是只有中秋節做好事而已 那大概是這個背景 就補充一下 但確實服務型態比較少 那 因為其實在座的一些夥伴 其實做服務型態的也蠻多的 以台中的社會創新的推動來講 有幾個方向是台中蠻關心的 第一個是銀房 那第二個是食安 食農的部分 那 銀房本身就是一堆的服務 除了本來就做服居的廠商以外 其實都是一堆的服務 那 食農呢 當然比較容易有產品 而且中張頭其實在農村 農村發展上是蠻棒的 對 那 可是另外一個是移工 那移工的部分其實也是 服務類的微多 那所以在服務推展上面 有沒有什麼婉轉是可以給這些服務類型的 我們在做一些服務類型的夥伴 一些推展上的一些建議 對 我覺得以商品的 以商業概念來看一樣 就是你的東西到底要賣給誰啊 你的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跟賣對象不一定要一樣 但一開始創業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錢從哪裡來 非常重要 不要又出力又出錢 然後就把自己搞死 一定要有幫你付錢 你要找到那個人會是誰 如果你的對象沒有辦法付錢給你的話 找人幫他付錢 一定會很在意這段的價值 你要做的工作是找到這群人 有錢的人 然後他願意付你這筆錢 這個我覺得是初期最最最重要的東西 不管是服務或是商品 都一樣 然後 銀法的、食農的 然後這些單位 我也都有認識的 的社創 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 如果說你是做這一塊 但是你想要 得到更多的消息的話 或許可以再來找我 我們可以幫你 嫁接 因為我們也是設計了i-level的成員 所以會有認識一些這樣的單位 或許他們可以給你們一些建議 或是想法 或許 你要做的事情 可能早就有人在做了 OK 那也或許他會跟你講說 那這些事情 他們經驗可能 不太有辦法做 那可能會給你們一些更具體的建議 另外一個問題 我比較請教的是 在於人才上面的問題 因為很多很多朋友們傳統 傳統上的觀念就會覺得做社創 不管是NPO型態 合作式型態還是公司型態 都只會想到辛苦 剛才其實也沒有問 那怎麼吸引優質的人才投入 因為剛才大家問的問題是 怎麼吸引青年投入 可是我們其實在經營各種 總之更關心的是優質的人才 尤其譬如像廣培台大電機 那台大電機碩士願意投入 這樣的社會創新的行列 其他更優質的人才 他們在找工作上面都有很多 另外的選擇 怎麼吸引他們願意投入 這樣子可能初期的回報 看起來沒有那麼明顯 有這樣的行列 兩位都是優質的人才 所以可以投入 一些分享接你 我們找人啊 很特別 履歷表寄來 先要求他 不用告訴我性別 生日 學校 科系 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你過去做哪些事情 這樣子 那為什麼人家對我們有興趣呢 坦白說也是因為 我們完整學校一直不斷的 在各界去傳達我們自己的理念 那認同我們理念的人 就會來找到我們 所以這是我覺得蠻幸運的地方 這經營社創蠻幸運的地方 因為你一定是因為某個理念而出發的 那只要你把這件事情講得夠響亮 透過一些媒體啊 或是 比如說 進駐到社創中心 他們會幫你發布這樣子 那你自然而然會吸引到 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人 主動來找你 那這個都是很好的人才 因為他已經有理念了這樣子 那我們自己再找 如果說 以社會新鮮人來講的話 我們要坦白說啦 以社 不要講社創 一個新創公司 中小企業 那在就業博覽會要找人 跟一些大企業或是外商要找人 哪一個比較容易 可能是大企業或外商 因為一出社會都希望自己的履歷漂亮 所以就想要進大企業或外商 你不知道那是不是個坑 反正都會這樣想 那所以呢 我們在找人的時候 就要更早一點 比如說從實習生開始 大一大二大三的實習生 我現在公司有七個正職的員工 扣掉五個折語以外 剩下五個幾乎都是從實習生來的 因為他們在實習階段 就想要找一些有意識的新創公司 服務 那就讓他進來幫忙 幫久了 可以變兼職了 畢業了耶 那你要不要進來上班 好啊 順理成章 就跟著進來上班了 OK 直接避開就業市場 所以我們要找人 就是要比一般的企業還要再找一些些 從實習生的階段就開始這樣子 然後另外我們也有一些 願意來幫忙的人 可能是家長或等等之類的 他就會因為說 認同你的理念的人 主動來當我們的顧問啊 或是主動幫我們去介紹生意啊等等 這些都會有 所以一樣回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這些很好的事情 要怎麼讓社會知道 那越多人知道 你就可以吸引到 越多志同道德的人加入你 這個講得非常非常好 我們自己辦公室也算是 心境內的內部創新團隊 我們每年都會用三十幾個實習生 那這個就是非常有策略的 原因就是你講的 就是說我們做政府的數位創新 那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你有那樣子的努力的話 你領西部的薪水 跟你這邊的薪水 那是完全沒有辦法去 完全用薪水去留下人嘛 不光是加入內閣 薪水就是以前的三個之一不到 所以就是說 你必定要有一些別的東西來留住他 那最簡單的就是說 他正在覺得 他正在對他的社會 他的家族 他的朋友們創造價值 而且他可以講得出很清楚說 你看你去年報稅就是卡卡的經驗 因為我有加入這個航空的實習團隊 說你今天報稅就很順了 那這樣子他能夠講出這句話 說真的這個比以前重要很多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真的是很有主持 然後真的是解決了社會上這個 就是乘客已久的問題等等 所以在學習的這個階段 這是非常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在 像教育部有一個U-START 它是讓大家在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可以挑一些問題來創業 那在那個階段 家長比較不會覺得 你創業會寫本不歸 因為你有教授帶著 你有老師帶著 你有關係體的學長姐們帶著 那在這個情況下 第一個是說就算失敗了 那就是學習的一部分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成功那銀行 那表示一畢業之後就有出路 所以U-START的社會企業組 也是我們常常在看 就是新的社群團隊出來的這個地方 而且就是令人意外的 其實所有這些U-START出來的 它的存貨率是比一般的形狀要來得到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有這個人脈的支持 有大家認同共同理念的支持 真的是很重要 那今年因為108會不會要上路了 所以各位的這個 所有可以再往前面更深一點點 你就可以到高中 因為高中現在 這個不是 就有點像以前大學服務學系一樣 現在高中的課發會 也都在找 加深加廣 校定必修 校定選修 那些以前是社團的 以前是第八節課的 以前是什麼東西的 只要你還會證明說 這能夠讓小孩培養 自方互動更好的素養 也就是各位在做社會創業做的這些東西 那學校課發會 同樣的會把你們當作很重要的夥伴 不會當作國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甚至是 涉入這個高中的 或甚至是國中的 課發會的運作 然後說學生在學習的過程裡 就是來一起做這樣子的共同創作 那當然這些並不是激光 他們還是學習 你還是要讓小孩學到的東西 可是當他學到之後 他就比較不會有一種 好像我追求更高的學位 只是為了把社會資本累積在我身上 他就比較願意去說 那我念大學或怎麼樣 他學的是能夠讓他 讓他當年在底所接觸到的這些社會重新團隊 能夠更好的 他可能加入你的團隊 一陣子當實習生 或當作學生 那但是他發現說 你的團隊裡面缺少什麼技能 那他反而會願意說 那我去大學就學這個技能 然後回過頭來幫助這樣的家鄉 讀上這個技能的不足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現在真的 大家就開始往高中 沒多種想法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這我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打位朋友 要繼續再問一些你有興趣的問題的 原來是第一次的 你是參與 就是創新 創新 按足夠的樣子 這樣走進去 然後這樣畫出去 一進一出馬 對嗎 創新自己是講的 是 你去參與划 按臉 划出去 每次有去 然後再來就 另外第二次 比如說 以資源來講 不然是六層 你可能過半的資源 那像其他一些資金的資源很少 那一些資源很少的縣市如何去跟六名去搶這些 比如說如果像證明的譬如說 我可以用很多課金就不一樣 比如說像有些人看可能大 他猜得很好 可是他很快很快 那如果用這個課 資源不那麼好的事 這個非常重要 我想我先回答後面的這個 其實後面這個就是地方創生為什麼要推這些計劃 我們可以看到說地方創生這邊標的就是重點發展的這些區域 就是任何社會民意提案就算這個提案看起來就是很不熟悉 但是我媽會還是幫你服務到好的這些區域大概都沒有流途 他這個就是他們透過TESAS那套系統去做統計之後 發現就是人口老化或者外流或者公共化最嚴重的地方 那六度絕對不是這個地方 那所以這些地方它就是所謂的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區域 不管是農山雲層 中鐵城鎮或者是雲霞 那只要這些能夠講得出一套說 就像你剛剛講的我們怎麼把這個地方的特色 不管它是原產品或者是觀光旅遊或者是在地的文史工作 或隨便什麼你只要講得出說這個願景怎麼樣扣合到讓更多人願意回來 以及讓大家更多走出去更能夠認識到這個品牌 那這邊就會至少我們剛剛講那些常常被六度搶走的那些計畫的10% 會優先的投入到這個地區去 那這個發數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所以我想就是趕快凝聚出一個運航創生的願景提案 那現在像在上下游啊在就是很多相關的網路媒體裡面 已經有很多朋友在分享他們的例子了 所以我想這個就在網路上多了解一下 但是地方上就是為了就是那些沒有來願會 因為願會只有六度市場來得到這個朋友 而設計的這樣子一套治理方法 那前面的部分就是怎麼樣讓人願意踏入創新 大概兩個 一個就是說你盡可能就像我剛剛講 大家都有10分鐘的閃心 所以你找某件事情讓它能夠在10分鐘裡面讓它做出來 那它只要一餐一過 它大概就會覺得說我是其中一分子 但是如果你要它試這個新的方法 超過10分鐘的話那就很困難 它比像說舉例來講我在路過之後 我就比較難到處這個暗跑什麼東西 我就比較沒有運動習慣 所以我現在在這個運動的方式就是在手錶上面 有個叫做7 它就是只需要7分鐘的時間 最多只需要你把椅子給你搶 就可以開始運動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那我一定有7分鐘來運動 我在兩場會議中間我至少有7分鐘的時間來運動 那它只跟我要7分鐘 可是它如果要跟我要70分鐘 它不像說健身房 我大概就不回去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你跟它要很多個7分鐘10分鐘 它先前習慣之後 這個創新它就會覺得 欸我現在也沒有那麼創新 也不算是創新 這就是好像你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就要它 大幅度調整它的習慣 它大概就不會去做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還是就是要connected 就是它做的時候不是閉門做 而是說不怕別的朋友知道 我正在用 到底像說 零排炭的 或者是零污染的 零廢氣污的 再也不用塑膠袋 等等的這種東西 不是它一個人做 而是它不怕讓它的情況還有知道 那這個時候 當它變成結婚團的時候 它有一天覺得 欸那我是不是稍微脫離一下的時候 反而是它形態還會告訴它說 欸你不是說你今天開始這個 每個禮拜要起初一題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就會有社會力量去 要求它繼續往這個創新的路上去走 所以我想就是善用人機壓力 這個應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要接入人機壓力之前 你要讓它有一個 就是七分鐘或十分鐘 能夠踏入的那個first light 就是先搖效果這樣子的狀態 好啦 還有朋友有問題 你剛有聽到那個環轉耳機創愛人有說過就是說 那你在做這個課程的時候 是嫌底價然後再想它的課程 但是因為服務或是課程這種東西 很難量化給消費者知道 那你是怎麼說服你的消費者 就是讓他知道他花的這份錢 是有達到物超所值或者是等價的 這個應該 有錄影喔 但還是可以講的 秘訣是這樣 一個商品的價值 尤其是課程類的價值 還有他願意支付的價格 取決於消費者有多少錢 也就是說完轉的課程呢 我一樣可以訂三千塊 一樣可以訂一萬塊 都會有人付 只是來上課的人不一樣 TN塊 所以你的定價 某種程度就會馬上決定你的客戶文廓 到底哪些人會來消費 OK 那至於說他付了一萬塊錢進來營隊 他想要學什麼東西 那當然我們賣點就會去做家長的訪談調查 你會在意孩子的什麼 國際觀 你會在意孩子的什麼 人機關係的互動 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要求是我們能做的嗎 是 那我就把它放在我們的賣點上面 去吸引他們來參加這樣子 那只要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他也的確有這些展現 那家長通常就會很滿意的 那我們的課程跟一般的課程 最大的困難地方在哪裡呢 我在帶的這些東西 都是很軟性的東西 都是很難有成果發表的東西 所以呢 當然也會有一些家長 還沒報名就來挑戰我們說 你這個東西學完以後 我怎麼知道孩子有沒有進步 我說還真不知道欸 還真不知道欸 我怎麼知道他現在學完了 解決問題的技巧以後 他能不能真的用在生活上 我還真不知道欸 但是 後來我們在做家長訪談 以後發現 會選擇我們的爸爸媽媽 通常他沒有那麼在意結果 所以真的很在意 一定要有成果 一定要有成品 那些家長 他不會來報我的營隊了 你也不用花力氣去跟他們溝通了 算了吧 放掉他 真正喜歡我的家長 你要去好好了解他 你為什麼喜歡我 喔原來是因為 我跟孩子互動的方式你很喜歡 喔原來是因為 我們在裡面給孩子有足夠的空間 他喜歡的這些東西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說 喜歡我們服務的家長 他在意過程大於結果 那我要做的決定是什麼 我就要把過程做到極致 零隊的上午下午 會給家長通報 他們上午做哪些事 下午做哪些事 等等之類的 小孩子回家以後 因為我的遊戲有很多 很難解決的問題 他會自然而然去跟爸爸媽媽求救 討論 親子互動 就產生了 零隊的最後一天 我要請爸爸媽媽進來做成果發表 我們叫做談會 跟他們聊一聊孩子 在過程當中發生了哪些事情 他們就很喜歡聽這些故事 我把他做到極致就夠了 誰管他什麼成品 一定要有些什麼成果展現 那不是我的體驗 放掉 所以我們是這樣做的 所以應該說 你要先去 一開始一定會有一些喜歡你的人 你可以從這些喜歡你的身上 問出更多他喜歡你的原因 那你就把這些東西做到極致 你的價值就會跑出來了 他就會吸引到更多喜歡這個價值的人 謝謝孔平的分享 好 真的 好 我剛剛提到說 這個 這個也是鎖定客取的部分 就是你的定價決定的客取 那這個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說 你的定價決定的客取又可能是非常少眾 那你的初期就很難存貨 這個部分你們當初是怎麼去克服的 很簡單 如果今天你要做一個低價的產品 市場要不夠大 你就等死了 OK嗎 所以當我已經知道我在做一個這麼逆曲的產品的時候 坦白說我就只能用高價走 那現在重點來了 但是我收了這個高價以後 沒有人付錢怎麼辦 應該是這個問題 所以呢 一開始我定力隊就是先訂一萬塊 測試水溫 因為我不知道市場的反應是什麼 我就先訂一萬塊 為什麼 因為當我今天先訂五千塊以後 我要再調到一萬塊 都不容易 不容易啊 可是今天當我定一萬塊 沒有市場需求的時候 我把它變成五千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當然先訂高一點點 再來測試市場的需求 有沒有到 降價是最後的手段 降價以前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買一送一啊 OK嗎 免費體驗啊 接下來可以先嘗試啊 先試著把價值的鎖在那裡看看 然後多做一些推動這樣 我們第一梯營隊十七個學員 裡面有一半的學員 是我的親朋好友 是我付錢那樣來上的 我真的還付公司錢這樣 對啊 因為學員不夠啊 我第一次招生很爛啊 只有十個人付錢來 剩下我只要找人家來湊團 硬是要把第一個商品做出來 因為東西做出來以後 你才可以得到消費者的回饋啊 你才有案例分享 你才有一些行銷素材可以用 所以第一梯的營隊坦白說 我真的沒有賺錢的話 我也要做 可是我還是要把市場認知 只撐在那裡 這一對就是一萬塊 我要堅持在那裡 那這很有趣喔 像我們一開始 進學校派的課程 一天收五萬 如果學校老師就知道了 一天根本抽不出這麼多錢 來辦我們的課程活動 但是我們就硬撐那個價錢在那裡 終於有時間學校來找我們辦活動 夠了 接下來樂師會找到我說 欸你們這活動很棒耶 我想要贊助你們 一堂課多少錢啊 我們一堂課跟學校收五萬 那這樣好啊 那我補助一半 學校出一半就好 一眼冰濕 我內心就在想說 如果我當初跟學校訂一萬塊 那我不就跑到死了這樣 這是實話啊 如果我當初訂一萬塊 樂師會當然也會說 那我就補助你五千塊 剩下五千塊讓學校出 耶 但是我要辦個倍的量 才有辦法回收那個錢 所以一開始的定價很重要 當你知道你的市場已經夠逆取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足夠多的淺層 才能讓你活下去 所以你先算一下 讓你活下去至少需要多少錢 你就知道你價錢應該要怎麼訂 OK 好 那因為我們有時間的挑戰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知道大家會意猶未盡 我們暫時到這裡 但是我們後續有很多活動 下次也會再請政委六月的時候會過來 所以請密切注意我們的粉專 門口有掃QR Code的群組 請大家保持關注 下禮拜三十號有一整天 我們談組織型態 談商業模式的案例 我們邀請的就是KPMG的 永續發展 各位公司的董事總經理 社會企業創新服務團隊的會計師 所以都是很強很強棒的課程 所以下禮拜三十號 如果大家想要在商業模式上面 繼續精進 組織型態上面等 包括稅務法規的部分 繼續精進的話 歡迎大家下禮拜見 好 謝謝大家 讓大家掌聲 謝謝我們今天的兩位導演